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来到可可西里拍摄的第三年 我是顾盈 野生生物摄影师 摄像机 稳定器 背包和越野车是我主要的状态 我从七年前开始拍摄野生动物 这些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路上 在湖外 车和帐篷就是我的家 离城市越来越远 你自然越来越近 我的归属感也愈加强烈 我在北极拍过北极熊 他们带着宝宝石 攻击型墙和卫星 也在南极拍过地墙 他们对人充满好奇 像朋友一样亲近 还在第三集青藏高原拍过藏林洋 他们天生警觉 害怕人类 每种动物都有它自己的天性 我喜欢在这些地方拍摄 因为只有这里才看得到最真实的自然 让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生命的味道 这里有蓝天 荒原 野生动物和物 但是我希望 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生存境况 关注到社会发展与野生生物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 用镜头记录下我所见到的一切 野生动物和自己的天性 他们的行为是不可不见的 但是他们 你必须非常了解他们的喜相 耐心等待 总没有遗落的恶美天气和危险 脑袋是怎么动物 其实这些事情始终在我的预想之中 既然遇到 就去克服 真实的记录 传达保护动物 爱护自然 是一个专业野生生物摄影师的责任 下一个场景在哪儿 我想 大自然会告诉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